那我今天要接续上周志的分享 我们去医院传福音给一家人 然后的一个见证的续集 然后这个小组员她叫做凯莉 那她不是一个姓竹很久的一个姐妹 那上周志的分享到 就是当天凯莉的爸爸妹妹还有阿姨 那个阿姨就是她的第二任的太太 就是在同一天受洗贵入主的名下 那其实当天是下午五点多的时候 而在当天八点多的时候 我就接到凯莉的电话 说她爸爸已经蒙主恩召 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错愕 因为我没有想到 其实事情会发生得这么快 但是我也知道凯莉的爸爸的灵魂 已经在天堂 她已经跟主同在 没有眼泪也没有痛苦 而这个礼拜三是凯莉爸爸的告别礼拜 在一刚开始跟凯莉讨论 爸爸的告别礼拜的时候 她就跟我分享说 她希望透过这个告别的礼拜 让这个还没有信主的家族可以来认识神 然后并且让家族里面的人明白 就是在神里面死亡并不可怕 然后让每个人可以在这个告别礼拜的当中 经历到神的爱 那虽然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 就是发生了许多的事情 譬如说可能叔叔不明白而不谅解说 为什么没有帮爸爸拜饭啊 或是爸爸会肚子饿 什么之类的事情 但是凯莉其实在神的爱的里面 跟教会弟兄姐妹支持中 顺利的就是筹备了这个告别的礼拜 那在这个告别礼拜的当中 我看见神在这个家族的里面 做了两件奇妙又大的事 第一个事是神做了一个修复的工作 就是因为凯莉的爸爸妈妈从小 从她国小就离婚 那他们后来是到大陆去生活 在凯莉高中的时候 她带着妹妹搬回台湾 那租个房子半供半毒的生活 那跟亲生的母亲 其实也没有很多生活上的一个交集 但是因为她父亲的过世 她的母亲来到病房前 看她父亲也解开了她们心里面的结 那凯莉也没有因为在成长过程中 因为缺席的父亲而有了抱怨 反而带着她的妹妹 从父亲一生病到最后 一直陪着父亲 并且尊容着她的父亲 而凯莉的两 凯莉爸爸的两个太太 这就更奇妙 他们可以一起并肩坐在一起 然后可以一起抱着一起哭泣 并且在家属答谢的时候 他们可以一起站起来 然后来谢谢所有来参加的亲友 那原本凯莉的爸爸 跟叔叔姑姑的关系 也在这个当中受到了恢复 而这个家族一切的恩恩怨怨 就在爸爸的告别式中 因着神的爱而得着了恢复 而神另外做了一件奇妙的事 就是带领整个告别式中 将近三分之二的亲友来认识她 凯莉在这一次的告别礼拜中 她下了一个标题叫做回家 就是父亲回到了天上的家 而东区的城镇牧师 也分享到说 相信神的人虽然死了 但是却是回到我们永恒的家 最后也分享了浪子回头的故事 在整个告别式结束前 陈真牧师问了来参加的每个亲友 是否羡慕像凯莉爸爸一样的生命 因着认识耶稣 而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及归属 在场将近三分之二的亲友 都回应这个呼召 我看见圣灵亲自的工作 在这些亲友的心里面 感谢神让我有机会 可以来参与服侍凯莉一家人 从一开始看到凯莉的爸爸 不认识神在医院的里面 然后受洗最后安息主怀 并且透过告别礼拜 让许多家人能够来认识神 神也很奇妙 透过我在服侍凯莉一家人时 也来服侍我 因为我的父亲也是在今年七月 因为癌症而过世 在我里面还有一些部分的情绪 并没有随着爸爸的告别式 结束而结束 一刚开始凯莉邀请我去 医院传福音给她的父亲 及最后要到安宁病房时 其实每次我都有害怕 然而我信靠神 神就透过我服侍凯莉一家人时 让我的心里面得到释放 最后我鼓励我们当中 可能还有许多的人 你们家里面还有 为信主的弟兄姐妹甚至父母 我要鼓励你们不要放弃 不论你向家人传福音多久 就像是观光哥上周所说 神现在在教会里面要做的事 就是全家得救 并且要为你的家人预备一个礼物 然后我要分享就是在四年前 我的母亲还不认识耶稣 神就感动我要买一个超大本 就是老人家看得到的那个字的圣经 要送给她 那我在祷告的时候 神就让我看到一个画面 就是我跟我的妈妈一起坐在家里面 一起读经 而神很奇妙就在我买完之后的 两周母亲节的beat day中 妈妈的心被神摸着 而来相信她 开始进到教会的里面 我相信这是全家得救的时刻 让我们透过祷告 看见神奇妙的工作 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里面 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